五十一 《文匯報》 加盟中山大學藥學院陳新之頒廣延內地產 2015年7月27日香港新聞A11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回約將廣州報導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新之於今年6月底卸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後 作正式加盟中山大學藥學院 受聘為中山大學教授 中山大學學委委員會主任 秀平教授曾中醫藥生物理用道陳新之在意識上表示 我將繼續從事科學研究 更好地提高中醫藥生物理用道 陳新之告訴記者 中醫藥發展前途無限 但香港不適合造工廠 如若能把高級的科研成果運回內地生產 將會有好大的發展潛力 陳新之多年以來積極參與和推動 內地科研工作的發展 為促進兩岸三地 特別是香港與內地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作出重大貢獻 在他的主持下 內地十多所高等院校 中國科學院相關研究所及香港高等院校共同組建了一個開放性實驗室 首性科技開放實驗室 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首性科學研究的發展 中山大學表示 陳新之是國際之名的有機化學專家 在軍商不對線催化輕發反應 首性藥物合成及新型高校的首性配體及催化劑等研究領域成績肥然 在國際上具有很高威望 他的家盟 對中山大學藥學院建設一流學科 拓展研究範圍 加速科研成果轉化 促進越港兩地合作 培養更多高素質人才將起道積極推動作用 對於中山大學人才隊伍建設 將起道引領和示範作用 拓展其道不同題材 多加速學研究層 拓展開通共產生科學研究所